所以当年方栋梅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 告诉我 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教的今天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样介绍给我的 那么好学的人 无论是哪一种族权 他信仰哪一种宗教 他都求学 他都想去探索 这学的奥秘 宇宙的真相 他都想探索 释迦牟尼佛一生 就是教这个 所以如果有人愿问 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人家问我 佛到底是什么 佛教那么多经典 他里头讲些是什么 什么东西 你要能打得出来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教育 佛经讲的是什么 宇宙人生的真相 用现代的话说 高等的知识 高等的科学 他所讲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也就今天科学 跟这些所研究的 这三种现象 自然现象 心理现象 物质现象 他不是迷信 他提升我们的智慧 提升我们的灵性 自自然然 提升了我们的佛报 智慧 有智慧一定有佛报 有佛报不一定有智慧 佛是有圆满智慧的人 他就有圆满的佛报 我们想求智慧求佛报 到这来修好 这个学校就传输这个东西 我们下期见